这神奇的 这狠了 青岛大乡 菜头人 258 一只 看见何多真假厨子说 北京京济 新荣记旗下高端品牌 仨人 对 你们家第一次来 你家食物比新荣记贵 我们这边的话 比较招牌的 一些高涨的海维干货和南海的海鲜 你说的多为外 就是豁出去了 那炒饼 小份的是128 对 小份 这青岛大虾呢 三个 多少钱一只 298 有一只在做法吧 可以做 都可以 行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马上过年了 来都来了 点个有年味的精致菜 曾经合适 我也是带了六七个人 吃新荣记不大倍的 就是少九什么什么 蒸大方鞋来了 忘了 他只写一大方鞋 2斤 2斤7百两 不是说了不点这么贵的菜吗 招牌袋 不点招牌他有爱吗 怎么办 一斤八两以上才叫大方鞋 他说上面这个红色的这鞋油 蒸的效果很嫩 鸡肉非常有弹性 鲜甜 然后微微带有花椒酒 那种酒香味 黄酒酒香 大旁边还给你拆 哈喳喳喳喳一口蛋羹 黄酒蒸的蛋羹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鸡蛋羹 一斤就有黄酒的味 然后是螃蟹的那种香味 简单的咸咸口 吃不出一点点鸡蛋羹那种腥味 它口感特别细滑 非常像我们西餐做那个 焦汤不丁的那种感觉 再说实话 我觉得鸡蛋羹比旁边好吃多了 陈村粉 粉比较普通 哎老唐跟你请教个事啊 啥事你说 马上过年了 跟亲朋好友聚会肯定免不了 这不都得配瓶好酒嘛 你给我出个主意呗 是不是想要品质高明 其他又经典的好酒 对对对 你看看这个 哟这不是中国名酒鸵牌酒吧 是鸵牌都知道吧 这可是荣耀80年的全国经典名酒 幽幽岁月酒滴滴鸵牌酒 说的就是它 今天我带的这瓶鸵牌特辑 这是他们高兴光品的经典制作 号称有品质 感简单耳听为虚品尝为实 尝尝 开盖就是醇厚粮食箱 富裕芬芳 入口勉腆清爽 唯唯又不差 不愧是被众多酒有偏爱的品质喝酒 来再来一口 道尼管好友相聚 就是这一口 干 这酒挺好玩 制真才能制洁 没有高品质 不敢这么简单 喝好酒选特辑肯定没错 只不马上过年了 我也准备跟朋友聚餐的时候 带几遍 挺合适 川味哨子干烧花椒 胃 七九二 既然这么大块花椒 咱们就切开 让咱们三个人分着吃了 花椒的口感 黏 腻 其实花椒的口感就像什么呢 对面的肉 这个川味哨子 小小的麻辣 肉丁 香菇 笋 然后微微的我能嚼到姜末的味道 哨子也挺好吃 这三块金砖白鱼 我X78 人说了 你去水鱼鱼鱼啊 外酥里嫩 水鱼的油热味道 它其实就是上海薰鱼的做法 高温一炸 十天天王很浓的一锅汁 踏里边一蘸 上次是炸这么香酥的鱼 是西融剂的淡于 一丁点鱼汹味都没有 口外边调这个汁 微甜酱香 然后还没盖了鱼的味道 好吃 房间的一个青岛大虾 我让我们行动 走 到时我现场操作一下 这神奇的 这狠 青岛大虾 菜头是298 一只 其实就是我们西餐这帮人说的干尖 给你吃的大花 给他吃尾巴 我吃中间一会儿 哎呀 妈叫了 算你从我吃吧 就是简单的干净 葱姜鱼汹锅 甜大虾 简单的盐 胡椒 拼的就是虾子质量 虾肉的酷汕非常非常有态性 酷汕非常好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价格 真的饭满 砍布 砍布 砂锅热井肠狗鸡 398 就是干葱姜蒜爆锅那种香味 锅漆那种香味 非常酥非常香 鸡肉的口感脆弹紧实 鸡肉并不老 而且这个菜基础的味道和足 配合着这么多人葱那种味道 好好吃这鸡肉 你看这么大一包 里边没几块鸡肉 主要就是香气 非常好菜好菜 风干羊肉老百姓炒饼 128 这小份的量啊 大份的是228 这菜真让我冻得杀心了 我天哪 头一次面对一份炒饼 我觉得我穷 不用想 我跟你们一样讲话 正常我的饭量 吃菜家的炒饼 最少俩 饼的口感挺好 炒的也挺好 但是炒饼的灵魂是什么 是最后倒枪锅那把生蒜 生蒜末 你这个没有那把生蒜末 没有灵魂 吃吧 吃吧 让你们怀疑人生的炒饼 其实我也怀疑人生 做东西啊 这都是6400 现在这个压力好大 是吧 真的好东西 给你做出好味道 简然没得跳 但是最后炒饼 还有粉丝 相对便宜的东西 不是太高端的食材 做了就太一点意思 在北京非常高端的酒店里 一个非常高端的餐厅 非常高级的环境 然后说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